第39章 眼神兵创造者 看 罗锋殿下要赢了 四番旗长老微笑看着那空间牢狱内 空间牢狱内 借助雷德的脸上直接被刺穿 凌厉的剑气灌入他的体内 彭的一声 身体直接爆炸开来 血肉飞溅撞击在那无形的空间壁杖上 而后跌落在地 呼 脚踏暗云缩的罗锋 缓缓降落在地 盯着那一地鲜血碎肉 这雷德仅仅借助三阶 没想到我要击杀他竟然就这么吃力 单单从力量角度考虑 他应该比我强上数十倍 欲主九阶和借主一阶 属于大层次的跨越 一旦达到借主一阶 便拥有世界之力 一方世界实力直接提高超过十倍 单纯能量角度考虑 借主三阶是借主一阶的四倍 整体算来 能量方面 借主三阶是御主九阶的数十倍 而这雷德在法则感悟上 也差不多达到通天桥第六层地步 罗锋完全仗着法则感悟比对方强 以及念力振服惊人的缘故 来压制对手最终得以击杀 我已经全力以赴施展法则攻击 没想到他逼得我念力振服 施展出一千二百的地步 罗锋默默道 一个小小借主三阶 都能达到通天桥第六层的法则感悟 他名声不鲜 属于很正常的一名借主 借主七 修炼感悟法则 果然快 哼 空间牢狱直接消散崩溃 恭喜殿下 获得大胜 四番七长老当先走过来 笑着说道 殿下御主九阶 竟然正面击杀戒主三阶精神念诗 真是让人佩服啊 人类能诞生出殿下这等绝世天才 人类族群只会越加的强盛 罗锋一笑 同时意识下令 八八塔关闭同步传送 你刚刚战斗完 我就直接关闭了 八八塔连说道 罗锋无奈 智能生命和智能光脑的区别就是 智能生命会自作主张 当然前提是 不违背罗锋的一些最根本命令 罗锋殿下 那战甲青年卡什纳连问道 这个借主三阶的家伙 让殿下你用出了几成十列 卡什纳 四番旗长老顿时低贺一声 给我闭嘴 卡什纳顿时微微低头 作为一名戒主 看到罗锋御主九阶 就能击杀戒主三阶 自然有些心仰疑惑 四番旗长老 卡什纳问的也没什么 罗锋弹笑道 这个雷德也逼得我使出大半实力了 大半 四番旗长老 卡什纳以及在场其他人 甚至于连不朽护卫迪伦都是吃了一惊 罗锋刚才已经施展出眼神兵剑之世界的无所不在的境界 这竟然还没到其极限吗 罗锋暗自一笑 刚才自己念力阵服 仅仅仅施展到一千二百 离自己极限三千二百 还差一大半 再加上自己最强的飞行兵器是 罗锋六盘 一旦使用罗锋六盘 飞行速度 诡异程度等等 还会有一个飙升 不过 罗锋六盘实在太过昂贵 一般是风猴级不朽神灵的标准配备 罗锋当然不至于因为这一战 就拿出罗锋六盘来 总的来说 此战 罗锋大概发挥出三分之一的实力 当然 这仅仅是地球人本尊 片刻号 宴会厅内摆满了丰盛的宴席 罗锋 狄伦 五名借主护卫 第九君主面前摆放的是人类的食物 一些奇异的瓜果 美味肉食等等 而另外一边四番其长老 七名风猴级 不朽神灵 卡什纳他们面前摆放的 则是一些特制的合金 一些特殊材料的 就跟金角巨兽 主要是吃金属一样 不同生命构造 爱好的食物也会天差地别 四番其长老 这次实在是谢谢各位帮忙 如果不是各位 以及龙赤尔先生 要杀那要害 杰弗里斯 绝非容易的事 罗锋端起酒杯 微笑道 我敬各位一杯 殿下客气 四番其长老等塔文部不朽神灵们 各个举杯 连卡什纳也连举杯 这次龙赤尔先生功劳很大 可惜他早早就回去了 四番其长老笑着举杯 喝下一些很浓稠的一些液体 罗锋等人看了就喝不下 可是四番其长老他们却是各个非常享受的将这些都喝下去 殿下 四番其长老放下酒杯笑道 吃完后 我等就要回归家乡 回归族群 在这之前 我很诚振地邀请罗锋殿下 你前往我金角族群生活栖息之地 罗锋一正 去这金角族群的生存之地 殿下 我金角族群毕竟也是宇宙中一个庞大的族群 四番其长老颇为骄傲地说道 拥有着和人类同样无比悠久的历史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底蕴 不谈别的 就谈殿下你使用的这个眼神兵 眼神兵 罗锋一威 谈这干什么 这眼神兵 是精神念师九大神兵之一 四番其长老微笑道 不单单是人类会使用眼神兵 宇宙中很多族群 只要是走精神念师路线的 有很多都是使用眼神兵 真正的好发明 是会宇宙诸多族群使用的 罗锋点头 殿下可知道 这眼神兵创造者 乃是我金角族群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元老 四番其长老说道 元老 罗锋疑惑 元老在金角族群内是什么职位 哦 殿下可能还不清楚 四番其长老笑道 我金角族群和人类不一样 人类是宇宙国度的统治形式 而我金角族群却是有着十万部落 无数的部落彼此竞争 而统领管理整个金角族群十万部落 就是高高在上的元老院 只有成为元老 才能进入元老院 元老什么实力 罗锋追问 一个族群最巅峰的存在 是什么实力 必须成为宇宙尊者 才能成为元老 四番其长老眼眸中有着一丝渴望 元老院中的元老们 都已经成为宇宙尊者 罗锋倒吸一口凉气 潜污宇宙国仅仅就一个宇宙尊者存在 潜污国主 没想到这金角族群的最巅峰武力 竟然是一群元老 个个都是宇宙尊者 不知道金角族群有多少元老 罗锋好奇问道 抱歉 四番其长老摇头 任何一个族群的巅峰武力 永远都是秘密 我金角族群到底拥有多少元老 就连我都不知道 这是族内的最高机密之一 罗锋微微点头 很正常 当底牌完全被弄清 家势不够强 离灭族也就不远了 而创造眼神兵的 是我族群历史上最伟大的元老 西罗多 四番其长老声音都高康起来 其他七大风侯级 不朽神灵 以及卡什纳 眼眸中都有着骄傲崇拜之色 西罗多 伟大的西罗多 我金角族群永远地骄傲 西罗多 四番其长老等九名族人 都处于激动崇拜中 罗锋也感觉到那种浓浓的狂热 在伟大的西罗多带领下 我金角族群在宇宙中 也能有立足之地 四番其长老眼眸忽然暗淡下来 不过 自从西罗多元老 进入一个可怕的宇宙秘境中 再也没有回来后 我金角族群地位顿时下降 罗锋一正 一个族群竟然因为一名伟大领袖 存在的失踪 陨落 而地位下降 这只能说明 这位领袖个人太强 而族群整体实力和领袖实力 差距大了些 之后 我们金角族群 就成了人类的附庸族群 四番其长老说道 在人类帮助下 我们才有足够的疆域领地 让族群生存 罗锋叹息 西罗多么 看来 这是一个纵横宇宙的真正超级存在 要比前无国主强很多 否则怎么能坐镇一个族群 西罗多元老当年曾留下一尊圣碑 四番其长老自豪道 这圣碑类似你们人类族群的混沌碑 罗锋一正 对 混沌城内 共有52尊混沌碑 那52尊混沌碑 培养了人类一代代的绝世强者 没想到 在金角族群内 竟然也有这么一尊 类似混沌碑的圣碑 却是那西罗多留下 在我们族群 唯有最优秀的天才俑者 才有资格去参悟圣碑 四番其长老感叹道 亿万年岁月 我族群内大量的不朽神灵 都是透过这圣碑 最终突破为不朽的 即使西罗多元老消失 他依旧是我族最伟大的存在 罗锋点头 没有西罗多留下的圣碑 金角族群培养强者的速度 恐怕要慢很多 殿下 眼神兵是西罗多元老 当年创造的一个神兵 非常适合借主的神兵 四番其长老说道 而西罗多元老的传承 则是眼神兵的一种神话 亿万年来 我族无数精英参悟圣碑 却大多只是领悟一林伴长 如果殿下你前往我金角族群 我亲自去向元老提出申请 只要得到元老的点头殿下 你就能去观摩圣碑 参悟圣碑 四番其长老笑看着罗锋 殿下你是使用眼神兵的 应该是走空间 金路线相信参悟圣碑 对你益处极大 当然 这也需要元老的同意 才能让殿下进入我族最高圣地 我现在不敢说有十足把握 罗锋炽热起来 混沌城的五十二尊混沌碑 是有两种法则混合的 也有专门描述时间 专门描述空间 甚至有描述时空的 可是 空间 金结合路线的混沌碑 并没有 没想到在一一族 那一族最伟大的存在 竟然留下这么一尊圣碑 不知殿下 是否愿去我金角族群生存之地 四番旗长老笑眯眯看着罗锋